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球体意识 它都是什么呢 都是立体的 都是一种立体意识 不是平面意识 所以说这个概念很重要 球体意识和方体意识到底什么区别呢 方体意识它是建立在一个立方体的基础上 那球体呢 它肯定是建立在球体的基础上 所以说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我现在来画一个这种偏方一点的头像 偏方一点的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方的是怎么来的呢 是在这个方形的这个物体里边来的 不管是正方体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方体 它总之呢 它都是一个比较 你看这是一个立方体 那这个立方体我在里边呢 稍微画一个头 画一个头我们看一下 简单的画一下 简单的画一下 这个是底面 然后 然后 我就是给它画的立体 画的偏立体一些 好 好 然后 它是一个这种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一个 一个一个 立方体 你看它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脖子呢 它又是一个一个柱体 脖子又是一个柱体 好 我简单的就画到这儿 然后 这个部分 是额丘 额丘部分 你看它这个立方体啊 就是说 我们能看到的这种朝向面 还有这个 是吧 包括这个底面 就是它这个转折 转折面呢 它是很强的 转折是很强的 然后面和面之间的这种 朝向关系呢 是非常强烈的 非常强烈的 但是如果是球体的话 球体意识的话 就是你看 这些点 这些顶点 这些古典 包括 是吧 这些古典 还有这边 这边这边 这些古典呢 都是非常的明显 但是如果说 球体意识的话 它就会相对弱 当然 它的来源 它的特点呢 还是这样的 这边还是一个大的斜坡 这个呢 稍微画大一点点 啊 啊 还是这个人啊 还是这个人呢 我再给它 重新给它 看一下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 就是说 球体它是这样的 是吧 你看它光看它这个形呢 它 它不不像一个立方体了 它像什么 它像一个鸡蛋 或者鹅蛋 这样的一个形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它在这个上面 稍微有一点点 你看这个 有一点点这个 穿插啊 这个是额头 这进来一点 你看它是带一点圆的 带一点弧度的 所以说这个球体的和这个方体 是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它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方的东西给它藏起来了 啊 方的东西藏起来了 这个什么 颧骨 这个什么 眉弓 这个是眉弓 这个是颧骨 这样对着看呢 就能看的比较明显一些 然后脸嘛 脸它是圆的 润一些 然后下来 这是什么 这是下颗 下颗结结 这个地方 好 它的轮廓 它是这样子 下去了 那到这块你看 它转 往后面转 那转过去之后啊 再往下转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额结结 额结结 你看它下来之后 然后这个呢 是古典 古典 你看它这个形 它还是这样的一个写度 是吧 只是更圆一些 偏柔和一些 这个颧骨呢 是不是这个形呢 这样稍微圆润一些 圆润一些 即使这呢 它有一个鼻子的话 鼻底也是圆一些 你看这样的 你看这样的话 它这个 哎 这个体感就 相对保 就属于圆润的这种 这个是鼓起来的 这样是鼓起来的 这个呢 是这样弯 这是这样弯 你看上半部分 你看上半部分 这个脑袋这个上半部分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半球体 这个上半部分 也就是说 从这儿 一直到这个上半部分 它是一个半球体 这块呢它是圆的 转折像个球体一样 这块转折像球体 这里呢 也像一个球体 它就会比较润一些 比较润 然后这块呢 也是 球体 然后这个是底面 这个是底面 那到这块之后 它也会圆润一些 过来 这样的一个结构关系 这个 这个底下呢 它偏方 偏方 这个也是个转折 不论它是 哇 这是眉工 这样的 你看 这个嘴呢 它是个球体 眼睛呢 是个球体 两个球体 那你会发现 它也能够成一个 这种头像的一个 也会有一个头的特点 它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偏方 更加的这种立体化 更加几何化 啊 然后这个右边这个呢 偏圆一些 和真实的人物呢 更接近 和真实的人物更接近 然后下来 这个脖子下来之后 是不是脖子是个柱体呢 它说的是柱体 它不可能 就圆的 就像圆柱一样 那么圆 肯定还是有一个 这种变化的 简单它们的区别 但是从这个上面呢 也能看得出来 也能看得出来 也能看得出来这个 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些点 你看这个点 是吧 这个点 你看是有意识的 稍微鼓一下 这个卢结结 是吧 这是俄结结 这是俄结结 这是卢结结 这是卢结结 你看这个对称的两个点 这对称两个点 这个对这个 两个湄公鼓 这一块和这一块 是吧 它都能找得到 然后这个呢 全股 这边呢 也是全股 你看它这个转折线 是吧 这样的 不一样吧 哎 这样的一个形 也可以是这样走 然后这个线 下来 这样子 你会发现它照样的鼓起来 这块呢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这么鼓 鼓起来的 包括它的额头上的中线呢 下来 下来 进去 然后再出来 它这个体感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头像呢 画头像之前 一定要先来理解一下它这个 它这个关系啊 先来理解它这个形体的关系 像这个 这个 这个是这儿是偏方 因为下面它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内部的结构呢 就这样 这个 这个是一个球体意识 球体意识 和这个呢 它这个的相对呢 就显得像一个积木一样 它比较 相对来说呢 相对比较假一些 因为真实的头骨 它是圆的 并不会像这个 一块一块 非常方 这个呢 只是给它几何化啊 给它强化它的方的意识 然后给它变成那样子 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然后这个呢 它相对更真实一点 更饱满一些 所以这两种思维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呢 像这个转折上面 这个是很方 很硬的转折 这个上面呢 稍微稍微就是 含蓄了一点 含蓄了一点 它不会那么方了 所以这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 这就是球体啊 球体意识 和这个方体意识 它的一个基本的区别 一个呢 更加的转折啊 一个这个转折上 更加的方硬 更加的这个 风 风力一点 一个转折呢 它相对比较圆 相对比较圆润一些 好 再来 再来画一个啊 用这个球体意识 当然 我还是 在这个立体的 在方体里面呢 来画它这种球的 这种感觉 哎 你看我把它这个 这个东西给它圆 圆润一些 看有什么区别吗 哎 就像我们 真正的这种立方体 它是有棱有角 有尖的 但是呢 如果说你把它变成 一个骰子一样 就是我们麻将里面 那个骰子 它就是一个 哎 也是一个方体 但是它那个四个角啊 包括几个棱呢 它都变得圆润了 所以说 就是那个道理啊 你看 我把它变成一个这样子 你看 这个还是一个立方体吧 哎 你看 还是一个立方体 没有问题 这个还是立方体 是吧 但是只是它呢 变得稍微柔和一点 不像是一二三四 这样就是方方正正 粒粒 扑缩的 每个顶点呢都非常的尖锐 它只是把它变得圆一些了 但是你看这边呢 还是相对平 这块这个转折呢 相对明显 它就相对来说更加含蓄一些 啊 这个意思非常重要 好 那我在这个上面呢 再来画一下头 画一下头 你看 从这块下来 这是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 这个点 颅节节 就假设啊 我把它给方体画出来 我先用这个方体呢 表现出来 假设这样 啊 非常这个 夸张的一个 一个立方体啊 你看这个这个 就是最最基本的 它就这样的一个 这两个是什么呢 鹅节节 啊 鹅节节 啊 然后这两个呢 颅节节 然后这两个呢 全股 这个呢 后面整股 这个呢 下颗节节 那对应到这个 这个圆的这个上面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啊 圆的上面一个道理 就是这个呢 也是颅节节 这两个 鹅节节 下颗节节 然后全股 啊 这些位置 基本的位置呢 要它能够走出来 好 这个走出来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给它 它不管怎么走 啊 假设你看 这个头骨 圆 这圆一些 好 那下来之后呢 这个 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地方 是它湄公的部分吧 这个是 它是不是它头骨呢 是它这个鹅丘呢 两个鹅丘点呢 也就是鹅节节嘛 好 这块它是骨圆的啊 这个圆的 但是从这个圆的里面 能体现出那种方的 方的意识 方的感觉 好 那这个下来 你看它是穿插的啊 这块下来 然后这块呢 骨一些啊 弯一些 这块凸起来的嘛 你看这个 这边这个形和这边这个形 它是对称的是吧 这是两个全骨 全骨的关系 然后 这个 这样出来 下来啊 你看这个这个脸啊 你看我画着画着它这个脸的这种 特点呢 就出来 然后这个上去 因为这个下 这个骨头的下半部分呢 它是一个偏方一点 上半部分偏圆一些 上面这个再圆一些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这是它的头骨的部分啊 我给它走一下 这个是什么湄公骨 好 湄公骨呢 到这下来之后 你看 这个额图它是不是侧面呢 它这个是一个俯视 就是带一点低头的啊 我们看它呢 带一点点 俯视的感觉 低着头的感觉 你看它这个形 这样的一个特点 圆一些 圆一些 你要到这之后 这过来 这个形呢 到这转折 这样转的 它也是一个圆的啊 也是一个圆的特征 然后这块呢 它是什么呢 涅秋啊 涅骨 涅秋的过来 这是它这个 基本的一个 内部的体感 啊 内部基本的一个体感关系 然后它这种 转折 这是转折 你看它这个连贯性啊 这种连贯性非常重要 这就是侧面了 形成一个侧面 然后包括这块 连贯性 然后头顶 你看头顶呢 这个时候是俯视 你看头顶它这个 结构它从后面过来 这样过来 然后下去 再这样过来 它是一个连贯性的 啊 这个转折它是一个 连贯性的一个 一个结构 啊 连贯性的结构 从这出来 这一点呢 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 非常重要 然后至于它上面头发怎么长 是吧 头发怎么长 那是它随意了 啊 你看我把头发这样 就要简单的标一下 它会不会更 看上去更舒服呢 是吧 就是说头发它相对蓬松 啊 相对蓬松 你看它马上它就变得 比较 像一个头像 啊 马上就变得像头像 啊 这个该是你看这有厚度的 这是 这是这个中线啊 中线这个结构呢 非常重要 它不管是圆的形式 还是方的形式 它都有这么一个 这种走势 都有个趋势 就是 都有朝向面 是吧 它不管是这个圆的 还是你看 是吧 然后朝这个右下的 是吧 然后朝左 是吧 朝左 它都有朝向面 啊 它只是那种形体 形体来说 它相对保 保持比较放 比较保 比较相对柔和一点啊 不会那么锋利 不会像这个有棱有角的 它相对圆润一些 相对圆润一些 这个朝下 是吧 然后这边呢 朝上朝左的都有 是吧 这个很重要 这是我们理解这个头 头的一个形体的 这种最基本的 这个一定要吃透 我们 就是说 通过各种 这种体块的练习 各种体块 各种角度 一定要把这个头骨 就是说头骨呢 基本上两个部分 下半部分偏方 上半部分偏 偏圆啊 就是通过这几个 各种角度的这种体块 要把它各个角度都能默化出来 那这样的话 到后面学习会非常的轻松 这是我们学头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宝 这是我们学头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宝 所以说头骨这个体块一定要能够默化出来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好 我们再来举这个圆的啊 圆体的这种例子啊 这种东西它其实就是我们要多去练啊 要多去练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这种 形式呢都要去找 都要去找出来 好 好我们再来 再来走的话 就比如说我刚开始呢 肯定首先是我们记住 平面形呢 它是一负于什么呢 一负于这个立体形 就是说你这个体 你这个体积是这样放的 那它的平面形就会发生变化 因为形是体的边缘 是吧 那这个圆的这种意识啊 体的这种球体的这种意识啊 它是一负于什么 一负于这种方体的意识上面 就是说你首先是有 有了这种朝向面意识之后 你画这个球体 它画出来才才才才才能够画出那种立体感 如果说你上去之后就像画鸡蛋一样那么画 那它这种转折就弱了啊 转折就弱了 所以说我们画头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刚开始先给它 尽可能的先给它画 往方的画 往方的画 那圆的话 你后面画越画它会越圆的 啊 我注意啊 摆出一个不同的 你看我画画不同的这种 就是把这个人物呢 用各种方法呢去概括 用各种方法去概括 用各种方法来概括 各种方法概括 你看这边左右啊 这个是对称的 底下是一个柱体啊 脖子它下面呢是一个柱体 你看这个这个体啊 非常的复杂啊 我们要去面对一些这种画面呢 能够给它概括出不同的形体关系 啊 不同的形体关系 要给它概括出来 好 你看现在呢我画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立体的啊 立体的一个一个块面啊 一个体块 立体的一个体块关系 啊 包括它这个部分 包括它这个部分 是吧 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体感啊 如果我把它给强化呢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 就会变得非常的 就会变得非常的 方 啊 变得非常方 你看 它从这里下来 它就变成非常方的一个形了 因为我是用这个直线呢去画的 啊 用直线去画的 啊 甚至你看这个转折 啊 下来之后我先给它画一个方的啊 我们先来画一个方的 然后再来分析它的圆的啊 这个中间呢它是鼓起来啊 这个中间呢它是鼓起来啊 哎 这个头像呢 如果说大家有经验就知道 我这个画的啊 这个头呢 概括的是 格勒兹的一个素描 一个头像啊 你看 它也是一个 好 追了 然后 下来啊 好 这个底下呢我就不画了 先来重点来理解它这个头部 啊 你看它这个转折啊 额头呢 它可以这样去走 啊 这个是底面 这个呢 是底面 是吧 这个鼻子的底面 然后鼻子的侧面 是吧 下巴的底面 然后这个脸部的一个侧面 好 这个方的这个意识呢 我们相对 现在好理解了 啊 包括这边侧面 啊 它这个 底面 好 包括这块 这个 这个形呢 它都是有这种朝向关系 啊 都是有朝向关系 那我画圆的话 我要变成一个球的意思的话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给它画的圆润一些 啊 圆润一些 我在这块呢 重新走一下啊 啊 还是这种特点 就是外形特征 这个是不能错的啊 这个还是它那个大的基本特征 就好比我们刚开始讲的那种 概括它的 几何特征啊 这个是 还是这个不变的 啊 还是不变的 只是后面 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呢 它有一些区别 啊 有一些区别 那还是偏方一些 偏方一些 还是概括出 它这样的一个特点 啊 还是概括出 这就是我们来 重点来 理解什么呢 理解它这个 方体和球体的一个区别 这种不同的意识之间呢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方体意识和球体意识之间呢 到底有什么区别 稍微 松一些啊 好 那有了这个体感啊 有了这个体感之后呢 你看有了这个方的这个意识之后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相对画圆一点 相对画圆一点 就比如我举例子哈 举个例子 比如比如说像这里 相对圆一些 就包括这里 它 包的是一个围巾啊 包的是个围巾 那我画的稍微 你看有穿插 有圆的 圆的部分 啊 圆的部分 我还是啊 我还是啊 用这个黑的铅笔线呢 来去画什么呢 画它这个鸡粉的这个形 然后来用它这个 红线呢 来去表现它更多的结构 转折 表现它这个东西 好 然后你看 这个部分 它是一个结构吧 这是一个结构 然后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结构 那这个是圆的 鼓起来的 这个呢也是鼓起来的 这个呢 该圆的也要圆起来 这大概的就是一个底面 侧面 顶面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画的这么方了 画的稍微圆润一些 就像这一块 也是圆的 也是圆的 是吧 这样的有个体感 这个 这个 注意一下它的比例啊 注意一下它的比例 这块再往下走 或者是鼻子呢 往上走 虽然画体 画这个体块 但是它这个比例关系 其实也很重要 鼻子小一点 也很重要 你看大概呢 我们通过这个就能看得出 它这个体感 它这个基本的一个体感关系 就是说 你看 我们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转折 这个地方呢 很明显 这是一个很方的转折 然后你看 脸部的转折呢 基本上都比较圆 这是转折 这才形成一个侧面 这个呢 它是一个底面 这个呢 也是底面 这个嘴巴这块呢 它是一个 像球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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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包括这里 这个转折 它其实呢 也是一个圆的一个形体 就这里 然后包括这个下面 这个体 这个里外呢 它都是有联系的 里外都是联系的 是吧 这个底部 这个下合脚 然后这块脸部 好 就整体来看呢 你看它这个轮廓 它是一个圆的 是吧 球体 然后包括这个脸部 你看这个形呢 它也变得圆圆一些了 但是圆的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就圆 这个地方偏方 所以说这种 从球体这一节 意识这块讲解 我们要正确的理解 这个方与圆的关系 方与圆的关系 就是说这个方和圆呢 它是相对的概念 相对的概念 如果说 你纯粹的方 是吧 这个很明显是偏方的 那这个呢 它相对就偏圆一些 偏圆一些 这就是一种球体意识 那你看这个方呢 画出来 它就特别像一个机器人 它缺少那种真实性 缺少真实性 但是 这个圆的画出来 它就相对比这个方呢 它更真实一点 更真实一点 那当然我们在画这个真实的人物之后 那肯定是 以这样的为参考 是吧 这个地方呢 它是眼球 眼球在这里 所以我们理解这个 理解这个物 理解这个 形体啊 时候一定是要注意 它这个 这个关系啊 你看这个是不是更接近真人呢 要注意这个关系 方和圆的关系 其实呢 是一个相对关系 相对关系 所以真正的一个头 它不可能长得像这个球一样 那么的圆 也不像 也不可能像鸡蛋一样 那么的圆 只是在这种方体和球体之间呢 它找到一个中间的一个平衡点 就是说 圆的当中我们能感受到这种不同的朝向 啊 感受到不同的朝向 你如果完全画成这么方的 它肯定也不对 它太太 就比较太假啊 不像真实的人 但是你画的太圆之后呢 它就缺少这种朝向面 它就弱了 薄了 铁积就出不来 所以说呢 它需要方体意识和球体意识结合 当然方体意识是在前 这个是在前 方体意识在前 然后这个圆的呢 这个意识在后 这就相当于 先是打形 啊 然后再是加这个里面的转折 要先行后体 然后先方后圆 这样的一个关系 啊 它同时也是作画步骤的时候 也是先方后圆 刚开始是方线概括 方形 方的形状去概括 直线去概括 然后到后面画的过程中呢 有些地方偏圆的地方 逐步的给它圆 圆一些 啊 那这个过程呢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先方后圆 啊 先直 后 关 先是比较 立体的 方的 然后最后呢 才是比较圆润的 啊 这两个之间的这种变化 这两个之间变化 很明显的 包括这个和这个 啊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 方和圆啊 方体意识和球体意识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啊 要要结合起来 好 这节目就讲到这儿